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19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先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有多流 就人所共知 市民開啟的時候要求特區政府做好邊境把關的工作 他們就做到一塌糊塗 到去年年中陸續叫了多個行業停止運作 其實就等同於將抗疫成本轉嫁給中小企和市民身上 這簡直是不可理喻 因為防疫抗疫就是特區政府的應有責任 你自己的責任做不好 反而還要中小企和市民來分攤成本 就是找人品 當然特區政府也有多少補償 比如說曾經搞過補就業計劃 都算是好事 不過現在人說不再搞了 要山水喉 那就糟了 失業率準備爆升了 尤其是過完年之後 這個年關今年真是難過 雖然不能去拜年 很多事情一切從簡 問題就是有些中小企 他可能過完年之後就是要補償了 因為你不補貼他 他哪有這麼多錢出糧 當然特區政府對於個別停頓了運作的行業 都有作出多少津貼 問題就是你那些津貼是夠人交租還是夠人出糧呢 是杯水車身 人家是想重新恢復營業 很多行業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特區政府一句話 防疫抗疫 就把很多業界的聲音壓下去了 其實人家已經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措施 就是如何保持著在工作間裡的衛生情況 實際上這些是很有建設性的聲音 特區政府嘗試聽也無妨 我真是想請問 如果這個武漢肺炎 在你搞完疫苗大龍鳳之後 他仍然纏繞著香港多一段時間 比如說要去到明年才能搞得到 就是說還有一年的時間 你說這一年時間 那些中小企怎麼辦呢 是不是繼續自己來銀河包蝕錢還是怎樣呢 你懂得叫那些業主寬限租客 你試試免租減租 業主也要收租的 也要賺錢的 我當有些業主做好心 可以免租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乎一季半年 這樣好嗎 難道叫人們免租一年兩年 想想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寧願丟空間鋪他 也不想你在這裡押住鋪位 同時那些中小企他也要賺錢的 他也要出糧 他也要交租的 不像你那幫特區政府的官員 整班人整天躲在冷氣房裡閉門做居 你不可以想想那些企業老闆的情況吧 不可以想想那些中小企員工的情況吧 你那幫特區政府的高官是不知道的 你整班人從來沒有做過生意的 絕大部分的官員 由第一份工作開始 就已經是入了當年的港英政府做政務官的了 你怎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麼慘才行 你這幫人每個月 一打保出糧 林鄭就沒有了 是不是 父務處直接給他錢 進去紙袋那裡 喂 你這幫人每個月一出糧 就三十幾萬四十幾萬了 你當然不知道 是不是 外面是怎樣的情況 你聽一下業界的聲音吧 現在美容業界昨天就出來開記者會了 人家就說 在去年被三次勒令停業 截至到1月20日為止 就已經停工了114天了 你死不死 一年只有365天 你三分之一時間幾乎 是停工的 那怎麼辦 難道停工的日子不用交租 不用出糧 不知所謂 好了 美容業界又怎麼說呢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 就是所謂閉環式管理 以保障客人和員工的健康 作為出發點 他們就促請特區政府 要盡快批准業界復工 或者設置補償方案 如果是爭取失敗的時候 就不排除業界有激烈的抗爭行動 那就是那個行動是什麼呢 比如說絕食 其實都不要笑別人 這個其實就是香港社會的悲哀 以往那些激烈示威活動是什麼呢 我以為19年那些也是 原來現在絕食也是 起碼在美容業界的眼中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笑別人 絕食沒用 那我就覺得寬容一些 反正人家現在都拍烏蠅 沒有生意做了 停工了 那他們想想一些花生出來搞一下 但是你說這些行動 會不會有實質的效果呢 當然你問我 我自己也覺得不會有實質的效果的 特區政府這些官員 怎麼會理會你才行 但是沒有辦法了 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 他唯一可行要做的事可能就是這些 那都沒有辦法了 現在要表達訴求 一定就是要合法和和平 那美容業界 他們就說 現在全港有1萬間美容院那麼多 僱員人數有超過5萬6千人 那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就說 業界一直都全力地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了 至今都沒有出現過確診的群組情況 但是呢 就仍然被勒令停業 他要求特區政府要交代明確的停業機制和條件 他又批評特區政府是沒有相應的寶助 給那些受影響的從業員是絕不人道的 所以他們就要求政府要平衡業界和抗疫的生存空間 那當然他們的訴求 老實說一般市民都很理解的 不單只是說美容業 很多行業都受影響 比如說旅遊業、飲食業、零售業、酒吧業、酒店業 當然酒店業現在就自己想辦法 又搞staycation 又搞防疫酒店 叫做苟延殘喘 但是很多行業真的 你說停就停 別人給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議 你大區政府聽不聽 當然也多數不聽 那你不聽你就賠錢給別人 別人都要運作 你只是回一天不回一天 叫人停就停 叫人回就回 老闆又不可以解僱員工 他站在後命都要付錢 麻煩你給你多一點同理心 你們這些官員 不知所謂到極 實際有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做 比如說你向那些受影響的行業 發多些津貼 尤其是員工 你不要搞到人家失業 有些在就業的 大家都在咬牙關 你大區政府是否可以再考慮派錢 免稅 你不是真的想加稅的方向 你想壞了腦 經濟下行 你陳茂波師長還在想加稅 開拓稅機 先不要想歪了腦 不要搞消費稅 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還搞到市民百上加根 是有問題的 其實你最應該做的一件事是 你特區政府 你掩蓋個荷包 即是不派錢給荷包 公帑不是你的 你掩蓋也沒用的 不是給你陳茂波的袋 不是給你林鄭的袋 你講的那些強積金 其實那些錢是屬於市民的 你可不可以把強積金發還出來 如果要應急的 你給他申請自己的錢 當然特區政府有多名官員 都出來講過 就說那塊強積金不能動 不可以打他主意 因為這塊錢是被你們退休用的 市民被你這樣做側 不知道是否等到退休那天 好了 你說那塊錢不能動 比如說 接下來這一年 所有全港的打工子女 你豁免他供強積金一年 可以嗎 豁免老闆那份 老闆那份 你就照叫他出賣給員工 實情現在老闆出薪 比如說出100元給員工 其實他是出105元 他自己又要給5元強積金 員工的袋子又要拿5元強積金 老闆就出105元 但是員工實出就只有95元 這些根本就是打壓基層的工具 你沒理由向基層賣手搞這些事情 不過那時候二千年通過了沒辦法 接下來這一年 既然都說大家要勒褲頭 你政府又沒有表示 至少豁免那些全港的打工子女 一年時間你叫他不用工 老闆又不用工 老闆的強積金 那份又給他 他自己的那份又不用工 又自己下袋子 那他一個月就多了兩千元 一年就多了兩萬四 是鬆動很多 對不對 你那些特區政府高官 什麼林鄭 什麼張建宗 你當然不覺得 兩萬四 對不對 你這群人的日生 都說一萬多兩萬元 你當然不覺得 這些事情 但是那些打工子女 是會很有感受的 你應該是用這些方向來去商討的政策 而不是自己一邊躲在那個冷氣房裡 自己想起那些事情出來 不著邊際的 好了 接下來就說了另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國際時裝大品牌H&M 最近就連續關了四間的門市 其中一間就是位於旺角加樂坊 月租是要成九百萬港幣 當然了 現在就有四間店鋪就收了皮了 實情不單止是H&M開始慢慢撤退 很多國際品牌 近一兩年都已經是撤出的了 沒有辦法 你也沒有遊客 對不對 本身如果你有遊客的時候 自由行有一批 國際的旅客有一批 你現在什麼人都沒有了 你靠本地人怎樣頂這麼多消費 對不對 所以別人走是應份的 當然了 那些做街坊生意的 還開得成行成市的 喂 有間專賣日本零食 那些就開到周圍也是 那些沒有的 那些做本地人街坊生意 那些一定是會旺的 但是這些做遊客生意的 肯定是要接的 大家有眼見的 很多那些藥房 或者是專門做自由行旅客生意的 那些茶餐廳 可以接就接 其實一個人有遠見的話 就應該一爆無廢那一刻就接 你早接早著 為什麼呢 根本上都不知道你搞多久 除非你說對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 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不是 他搞多久才說清零 他說清零才重新通關 那些做自由行旅客生意的 你是不是早接早著 你不接都沒用 他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通關 你就白交租 所以這些國際大品牌推租的現象 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的武廢 還要纏繞多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相信在旺區裡面的吉舖 只會是越來越多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